那说了我们的美食课的第一学年就结束了 很多人说哎你不是规划两个学年吗 哎别着急啊慢点 这个我们第一年的美食课是这么设计的啊 是教给大家学会看天吃饭看地吃饭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春夏长夏秋冬五个不同的季节 我们要有不同的饮食 要配不同的主食要配不同的味道 要配不同的反左是吧 君臣左使是吧 这我们已经教给大家了 另外呢结合地域的不同 你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同 我们也很有针对性的推出了这个饮食的这种遗迹啊 就是什么好什么不好 这叫看天看地吃饭 第二学年的课呢 我们叫看人吃饭 啥意思呢 呃我们第一学期的课以讲这个吃好了 吃疑了是吧 吃舒服了是吧 讲的是吃美了是吧 这个第二学年课呢 可能就不是那么太美了是吧 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看人吃饭 看病吃饭 你是得的是什么样的病 你是什么样的体质 你应该吃什么 不应该吃什么 是吧 这是我们第二年的课程 所以第二年的课 我们就不叫美食课 我们叫食疗课 在吃药住院之前 咱们先吃饭 是吧 通过这个吃饭 把这个病治好了 咱们就省了好多麻烦事 所以第二年的课 我们叫食疗课 食疗课什么时候上线 食疗课除了看人以外 我们也要看天 看什么天呢 我们把中医的五孕六气的理论 给大家引进来 是吧 这个课呢 还是由我来主讲 因为呢 这个课呢 理论 对中医理论 知识掌握要求比较高 我们这课呢 准备做成两节课 每节课25分钟到30分钟 还是视频加音频 加PPT图片文字 给大家展现 具体后面这个药膳的操作 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们还是有视频来 来这个演示 但是对这个食疗课的学生 我们是有要求的 就是如果你不是助级班的学员 最好你不要上这课 因为我讲了你也听不懂 是吧 你听不懂又问一些很低级 很愚蠢的问题 我们这个辅导员忙不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食疗课呢 只对助级班学员 养生班学员开放 是吧 另外呢 你上完美食一期 就是前面的一年的美食课 你都听了 你也可以上 是吧 但是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呢 我们同时给做个链接 就是你现在还不是 这个助级课学员 我们给你开放一个助级七期的报名通道 这样的话呢 你先报完名这个 你就有资格去报这个食疗课 另外呢 美食二期的同学说 我虽然听了半年 但是我也想上这个食疗课 可以 如果你是助级班学员的话 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不是 我还是建议你在听完半年的美食课以后 再上 是吧 这个呢 我们先招第一学期啊 第一学期就是六个月 从大汗 然后到这个 好像是应该是大鼠 就大汗 大鼠呢 我先招第一学期的学员 叫食疗课 是吧 这个食疗课什么时候上线 大汗以后上线 是吧 我一看大汗以后的大汗以后的礼拜天啊 上午七点上线 这个我一看这个 今年大汗完了第一个礼拜天是大年初一 算了吧 是吧 咱们好好过节 是吧 不要想着病 是吧 这个我们就推迟一周 是放到了1月29号礼拜天啊 上午七点 早上七点 我们这食疗课就上线了啊 大家就可以报名 学费一样啊 一学期 999